第2916集 他这一剑主宰魔器极致爆发 气血燃烧威势滔天严厉 但是玄机月不屑一顾随手一抓 仿佛抓住一片风中飘来的树叶 居然轻轻松松就抓住消水寒的剑 你可能还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玄机月呵呵一笑 他执掌无上援兵后 整个人已经脱胎换骨 就算天剑不出窍 他也有如神柱 要镇压消水寒简直是一如反掌 消水寒眼瞳剧烈收缩 头皮发麻 他虽然知道自己的实力比不上玄机月 但是他没有想到两人间的差距居然大到这个地步 他拼尽全力的一击 居然伤不到玄机月一条毫毛 消水寒固然成长迅速 但作为上界女皇的玄机月 享受无数机缘和超强天赋 今非昔比 哼 给我死吧 玄机月冷哼一声 手掌尽力催吐 竟震爆了消水寒的长剑 一块块锋利的碎剑残片捏在玄机月的手中猛地飞至而出 如漫天梨花直射消水寒的头脸 消水寒脸色大变 在玄机月的气机镇压下居然动弹不得 女皇 给我摩天鞋身一个面子 眼看消水寒就要被杀死了 但就在这时 远方传来一阵阵刺耳的乌鸦叫声 还有一道苍老雄厚的声音 只见一个身穿灰袍的老者 在漫天乌鸦的簇拥下 魔气滔滔 降临在女皇天宫外 老者浑身魔气震荡虚空 领得玄机月的气机威压也是大大减弱 消水寒趁此机会 紧忙韵起一口气 徽掌格挡激设而来的碎剑残片 总算没有被杀死 但还是有几块锋利的剑片 射在他的肩膀胸口小腹之处 直透血肉筋骨剧痛 消水寒闷哼一声 双膝软倒 当即受了重伤 身躯上几个血洞 鲜血骨骨非常的猙獰 这伤口之可怕 连轻木圆服都不能恢复 显然带有玄机月的女皇天威 摩天邪神 是你 玄机月看到那灰炮老者 美眸顿时一沉 灰炮老者正是摩天邪神 看到萧水寒重伤狼狈的模样 他心里暗暗吃惊 萧水寒也算一个高手了 但是居然连玄机月 一根毫毛都伤不到 可想而知 今时今日的玄机月 到底有多么强悍 见过邪神大人 女皇天宫诸多强者 纷纷低头问好 在上古时代 玄机月炼化轮回兴宴 途中遇到凶险 使摩天邪神出手 挽救了他的性命 曾经有一段时间 摩天邪神 是女皇天宫的座上宾 地位非常高 所以众人重新看到摩天邪神 态度都无比地恭敬 摩天邪神 你来做什么 我还以为你被陈苍生偷袭 已经死了呢 玄机月说话并不客气 摩天邪神冷淡地一笑 拄着拐杖缓缓走来 步履颇为蹒跚 玄机月执掌无上援兵 今非昔比 连一点礼貌都不讲了 我来了结因果 摩天邪神也不在意 淡淡开口道 了结因果 玄机月心脏微微跳动 以前摩天邪神救过他一命 这桩因果 他一直没有还清 心里留了一根刺 如果他能彻底发挥 神罗天剑的威力 可以仗着无上援兵的锋芒 斩断所有因果羁绊 但现在玄机月显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摩天邪神一提因果二字 他就耿耿于怀 我玄机月一生不欠人恩 你救过我一命 想要什么报仇尽管开口 只要我力所能及的 我都会许给你 玄机月不想亏欠什么 如果摩天邪神想要什么报答 他也愿意给予 尽快结清因果 对修炼大有弊异 我想要你放过他 摩天邪神也不废话 指了指萧水寒 文言 玄机月顿时震动 萧水寒也是浑身一震 从摩天邪神的话语里 捕捉到夜晨的因果 师父派人来救我了 萧水寒内心热血沸腾 又是羞愧 又是感激 浑身伤口不断地颤抖发疼 他意气冲动 杀到上界 想挑战玄机月 替夜晨分忧 但奈何 玄机月太强大了 他压根不是敌手 夜晨也没有责怪他 反而派人过来挽救 这份恩情 萧水寒真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只有惭愧感激 是轮回这主派你来的 玄机月翘脸动容 也捕捉到背后的因果 非同寻常 这一世的轮回之主是谁 告诉我 是不是你们十二神尊麾下的人 玄机月一直查不到 这一世的轮回之主是谁 他深深怀疑 轮回之主 可能是十二神尊麾下的弟子 有十二神尊庇护 所以他始终查不到丝毫踪迹 你不必多问 今日了结因果 将萧水寒交给我 以后我们所有恩情 一笔勾销 你也不再亏欠我什么 摩天蟹神笑了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不行 这萧水寒是轮回之主的孽图 我岂能放过他 玄机月咬咬牙 目光一寒 骤然一掌朝着萧水寒天灵盖 积去 摩天蟹神身形晃动 拦在了萧水寒面前 冷声道 你拼着因果缠身 也要与我决裂吗 玄机月的手掌 差点击到摩天蟹神的身上 幸好他修为强大 硬生生地撤回手掌 但听到摩天蟹神的一番话 玄机月已经是气色凶意 大肆恼 你真的执意要救他 摩天蟹神呵呵一笑道 没错 玄机月美眸闪动道 数万年前你委托过我 叫我替你报仇 诛杀陈苍生 我今天答应你了 当时报答因果 你给我离开 不要再管萧水寒的死活 当年摩天蟹神恳求过 希望玄机月能替他报仇 不过陈苍生乃苍生神尊 是明龙神族的高层长老 玄机月不想惹麻烦 所以没有答应 但今天 玄机月执掌神罗天剑 就算陈苍生是明龙神族的长老 他也不介意灭掉 只要能还清因果 摩天蟹神笑道 太晚了 我今天受人所托 要带走萧水寒 绝不食言 你要么把人交给我 结清因果 要么把我也杀了 一了百了 说吧 摩天蟹神覆手而立 眯着眼睛 丝毫也不惧怕死亡 玄机月脸色很是难看 浑身杀意燃烧 在考虑要不要斩杀摩天蟹神 他已经执掌神罗天剑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就可以发挥 神罗天剑的全部威力 到时候 靠着无上援兵的锋芒 足以斩断一切因果 他不需要额外报答谁 然而 想彻底发挥 神罗天剑的威力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年月 太漫长了 谢人退一步 神我可以给你 但是丹田要废掉 我要他沦为废人 最终 玄机月咬了咬牙 眼里闪过一丝寒芒 他可以放过萧水寒 但丹田必须废掉 萧水寒的主宰剑法 造诣已经相当高深 玄机月不能看着他成长下去 否则必成威胁 他想统一诸天 建立命运秩序 麻烦非常之多 他不想让区区一个萧水寒 也成为自己的后患 必须要彻底解决 废掉丹田 贬为废人 是最两全其美的选择 既还清因果 也可解决后患 摩天蟹神脸色微变 显然没想到 玄机月会提出这个要求 玄机月 有种你就杀了我 萧水寒听到要被废掉丹田 顿时勃然大怒 他宁愿是死 也不想变成废人 摩天蟹神 你看如何 玄机月手掌 握在腰间的剑柄上 如果摩天蟹神 敢说一个步子 他马上就要拔剑出鞘 斩杀所有 摩天蟹神老脸阴沉 他很清楚 这已经是玄机月的底线了 如果自己拒绝 玄机月马上就要翻脸 就算拼着因果缠身 也不会有丝毫留情 到时候 他和萧水寒都要死 好 我答应你了 摩天蟹神重重地点了点头 废掉丹田就废掉丹田 只要保住性命 一切都有挽救的机会 不 我不能当废人 我萧水寒就算是死 也不能当废人 萧水寒目自尽烈 突然手掌一抬 一把飞雪利刃弹跳而起 往自己脖子上抹去 竟想自裁 他宁愿死 也不想被废掉丹田 我让你死了没有 玄机月冷冷一笑 屈指一弹 一缕紫气射出 击飞那飞雪利刃 萧水寒浑身气急 也顿时受制 竟是动弹不得 轮回星宴 你我摧毁了 萧七月也不废话 轮回星宴弹出 朝着萧水寒丹田 袭杀而去 萧水寒目光惊恐震怒 眼睁睁看着 轮回星宴袭杀而来 却是无法躲避 下一差 他感到丹田传来剧痛 他的丹田 彻底被摧毁了 所有内功气息瞬间溃散流逝 哦 萧水寒仰天嘶吼 在巨大的痛苦下 双眼几乎都流淌出鲜血 人跪在地上 最后宛如丧家之泉 彻底晕了过去 玄机月飞起一脚 将萧水寒的身躯 踢到了摩天邪神面前 你们可以走了 摩天邪神默然 全场也是鸦雀无声 无论是女皇天宫的人 还是萧水寒 麾下残存的天狱强者 这一刻都陷入了沉默 多谢 你我因果结清 以后两步相欠 两久 摩天邪神发出冷漠的声音 漫天乌鸦卷起萧水寒 飞离女皇天宫 残存的天狱强者们 想要追随而去 但玄机月一个眼神 爆发出浓烈的宿命天威 滚滚紫气 从天而降 一瞬间 灭杀了所有天狱强者 他说肯放过萧水寒 可没说 肯放过天狱余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出浓烧水寒